我们这一次试一下刚好是在万宁啊 这里长了很多这种水果植物啊 是我们之前没见过的 反正我没见过 但你们也来看一看 这玩意猜的到是啥吧 这木瓜啊 木瓜就是长到处长一堆一堆哇 那边还有还有其他的 我们来看一看啊 可有意思了 见这个东西就就像那个科普科一样 小学上那个科普都是看树片 看看书本 现在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这些东西 然后这里还种了这个咖啡豆 你们知道咖啡是长在什么地方吗 咱们来看一看啊 那这个就是咖啡树啊 咖啡豆就是上面这个东西 这个小小的咖啡豆 后面这个树也很有意思 这个果你们应该没见过吧 这个果就直接长在这个树干上啊 直接就接在树干上啊 可可巧克力的啊 这个弄完之后里面的果肉 然后发酵做巧克力用的 有意思吧 这个椰子 椰子我们见的多的比较是青色的 这个泰国的说是黄金椰 有点意思哦 好了 这几个我反正之前没见过 你们见过吗 大家好我是吉姆 现在电车满天飞啊 很多又在做这个细分市场 你们觉得电车跟越野能扯上关系吗 听起来比较扯对吧 那如果退一步啊 当一辆车它是一个插电混动的车 然后呢它要去搞这种轻度越野 你们觉得有戏吗 是不是觉得好像有那个可能啊 如果你这么去想的话 恭喜你思路打开了 因为同样这么想的呢 还有长城汽车 他们带来的这台就是狗品类的第三款车型 哈佛H-Dog 那哈佛H-Dog呢 它的一个定位就是轻越野心轮延的车型 那这台车呢 其实你可以从它的这个外观 能够看得到它的整个定位啊 其实整个车给人的感觉 还是比较方正比较硬骇的 狗品类的几台车呢 其实都是比较这种偏向于 男性上会比较喜欢的这种造型风格 然后你可以看到像它的轮眉处呢 都用了这种锚钉的这种设计啊 确实那种硬汉的感觉是有一些细节呈现的 那整个造型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的画面来看啊 我觉得还是挺容易种草的一台车 包括它的侧面我觉得很有特色 就一下能够记住 因为它的侧面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些线条直来直去的 这种感觉呢是很容易让人记得住 而且这种感觉会有点机甲的这种风格 包括这台车整个它的车头车尾的这个前后大灯呢 都是用了这种圆形的灯 那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很多这种有点硬派 有点越野风格的车都喜欢用这个圆形的这个大灯啊 确实很出效果 视觉上我觉得这台车可以打一个八分 然后呢 这台车既然是定位这个所谓的轻越野 到底是轻越野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去车里先看一看 OK 那来到车里面啊 你可以看到内饰有很多这种 卯钉的这种设计小元素啊 和这个轮眉处是一样的 那这个卯钉的小设计呢 说实话 它真的是会给你营造出一些小小的这种野区的这种感觉 和这台车轻越野的这个定位呢 也是非常匹配的 那除此之外 这台车其实内饰的一些比较野味的一些元素啊 或者说和这个轻越野的这个元素还是比较多的 一个就是扶手啊 主驾这边它有个单独的扶手 副驾也有 那除此之外 你可以在这个车门处 它还有一个绑带的背架 哎这个是有点意思啊 对吧 还有就是你可以在副驾前方 它也有一个长长的扶手 同时它也是一个比较长条的一个储物空间 反正扶手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你手握上去之后 就满满的这个安全感确实是给到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其实内饰风格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元素 这个方向盘就是和大狗一样嘛 但同时也要比较新的一些设计元素 就我们刚才说到一些比较野味的对吧 然后这个大屏也是如此 还有就是这台车呢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它保留了一些传统按键 那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很迎合就是很多用户的这个需求 确实你把所有的功能操作都集成在一个大屏里面 有时候你的盲操性 你的体验感就是差呀 对不对 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个大屏呢也很有意思啊 首先它整个的这个屏幕够大 然后整个画面的UI设计啊 界面的流畅度清新度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本身它用了8155的芯片啊 所以整个的操作的响应性是够快的 但是你要说它快到同级数一数二 那也还不至于 还有就是这个屏幕里面 一个非常亮点的功能 就是它的语音控制 像其他车的语音控制权限 还在跟你说什么车窗空调这个娱乐系统 它的语音控制权限呢 你在这个屏幕上看到什么能调节的 基本上都可以用语音控制来实现 这个就真的有点顶了 包括它的驾驶模式动力模式 我都可以通过语音控制来实现 你好小哈 驾驶模式调为运动 照我回家调到60秒 HUD抬头显示关闭 吸货解锁关闭 转向环式开启关闭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我也目前没有看到十几万这个价位里面 其他的车型可以做到它这么厉害的 那除此之外呢 这达车还有一点非常厉害 看到没有 这是什么 屈纹灯 那我们知道啊 一台轻越野的车型 其实很多时候啊 就是周末带着家人小孩出去录录营啊 对吧 现在录营这么火 那你看 这个驱纹灯在你录营的时候 它可以拿出来 诶 驱驱纹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就是照明的一个功效 那包括你那个按的时候 它可以有这个频闪 就是SOS的这么一个功能 有点意思啊 那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驱纹灯的 驱纹范围是1.5米 到2米之间 那来到后排呢 整个乘坐的空间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你可以看到我的腿部空间呢 确实是非常宽敞 这台车的轴距也去到了2810毫米嘛 然后你可以看到后排的中央地毯呢 也是比较平整的一个状态 然后后排这个座椅可以说到说到啊 首先整个座椅的材质的感觉是非常柔软的 而且它座椅的厚度做的也是比较厚实的 长度呢也非常的可观 你看我坐在这个后排座椅上 我的腿部内侧啊 完全被这个座椅给顶到了 长度乘坐也不会说太累 还有就是它的椅背呢也是支持两档的一个调节的 如果我往前面调一点想象它椅背比较直一点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在多数时候可以调到比较靠后的一个情况 另外就是这台车其实车里的储物空间还是非常多的啊 就是足足有35个你看后排它也有这个绑带式的这个背架 还不错还不错 好了那这台车它是一台定位轻悦悦的车型 但是毫无疑问啊 它的使用场景大多数还是日常的一个通勤 以及高速的一个长途使用 那么在动力上1.5T的动力 匹配了一个两档DHD 240千瓦的一个输出530牛米的一个扭矩 就确实用了电之后呢 整个动力这块的数据是非常不错的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这个电池容量是19千瓦时左右啊 在纯电的这个续航可以去到105中里 包括这台车在溃电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油耗呢是5.5升左右 就是从数据层面来看呢 都还是一个不错的水平 那么实际上开起来呢 这台车整个动力的输出是让你觉得非常线性的 就一脚油门下就整个过程 你是觉得非常丝滑 底盘的风格我觉得是软硬失踪 入过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减速带 你还是能够感觉到底盘的这个声音感 还是稍微强了一丢丢 然后轮胎的感觉呢是比较跳路况的 像今天开的这个情况 有些路况的这个轮胎的噪音就明显感觉大了那么一点点 在驾驶模式上啊 除了常规的经济标准运动呢 它还多了一个雪地模式 那这个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也符合这台车一个轻越远的定位 动力模式上它也有强制纯电 纯电优先以及这个智能混动 那用什么模式呢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比如说像在智能混动的这个模式下呢 你是察觉不出在纯电模式下发动机突然进来的那个感觉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驾驶员 包括对于乘客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那除此之外 像它的转向啊 像它的能量回收呢 都可以去进行一个调节 这个就完全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驾驶需求了 那这个轻越远呢 当然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啊 那这台车上确确实实它是有点东西的 它的接近较24度 离去较30度 虽然这台车的车底是加了电池的 但是它的最小离地距离是200毫米 所以说它的整个这个通过性呢 确确实是比一般的城市SUV啊 都要是更好 而且这台车官方也说了 它的最高的这个射水深度可以去到560毫米 所以这些数据和参数啊 能够看得出来 这台车确确实实是具备一些轻越野的特质的 那加上这台车我觉得有一个功能很有意思 就是它的这个全景影像 它的全景影像除了360度 它也可以去实现底盘180度的一个透明影像 那这个时候在你轻越野的时候 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路面的一些信息啊 这个确实实是在你轻越野的时候呢 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然后像它也具备这个车车的视角 以及这个车轮的视角 那毫无疑问会更加让我们方便的 去看到这个轮胎周围的路况情况啊 防止一些比如比较大块的这个石头啊 磕半道轮胎 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这个功能对于轻越野 包括以及对于越野路况来说 确确实实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 OK 那哈佛H-Dog体验完了 整体来说 对于这台车轻越野的一个定位啊 我觉得它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而且因为它有了电的加持 确实在露营这一块呢 它又是如虎添翼啊 那这台车我觉得它是抢一抢 这个所谓的清运野新能源的 这一块细分市场的这个大蛋糕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那对于这台车 你们觉得它会卖多少钱呢 也可以在弹幕里跟我们互动一下 我是金木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